以花鸟画文明在两岸拥有高知名度的创作艺术家刘荣英 28日在坛的市艺术家协会协盘下 于南英国际艺术馆举办座谈查会 分享自身创作历程给现场艺术爱好者 激发艺术创作灵感 会中他希望能借由座谈会的方式 让大家重视水墨花鸟画艺术 并期盼未来能将俯成文化推广至国际舞台 提升在地观光与艺术气息 我以前是从事教学工作 我在教花鸟 可是后来我发现年轻人对自己的东西慢慢的丢弃 觉得非常可惜 所以希望透过我的展览 以及我做讲座的分享 让大家重新再来重视这一块 我也很乐于在为我们的地方来做一些事情 我也愿意出来做这方面的教导 社团法人中华消费者协会理事长郑宇正哲说 台湾文化艺术必须国际化品牌化及行销制国际市场 他认为台湾文化在台南生根是最好的起点 台湾的文化艺术必须要国际化 同时也必须要有国际的品牌 甚至于也要有国际的市场 所以我认为我们对台湾文化在台南生根 是一个最好的起点 所以我今年10月18日在台南举办世界美展 欢迎国际艺术家能够到台湾来参展 郑宇正说将在10月份举办的世界美展会以交织为主轴 吸引国际艺术家来台展览 期盼能将俯成文化艺术与国际接轨 带动外交困境促进在地观光级旅游 希望让艺术也能成为台湾之光 记者多说谈谈拆放不倒